如何管理Wordpress网站上的用户评论 Hello大家好 这里是由Wordpress花园为大家提供的新手入门视频教程 我的转人Jack 我们这节课讲给大家 其实不是很常会用到的一个功能 就是管理用户的评论 什么是用户评论呢 比如说你写了很多文章 比如这篇文章 然后有人如果说在这地方留言 我们可以留言 这是Wordpress花园的一个评论 点击提交评论 当然我当时登录了 你不登录的话 你也可以提交无所谓的 然后提交提交在等待中 提交完之后你在后台 它其实有个近期评论的一个板块 就像这个仪表盘这里 你刷新一下 刷新完之后 它就出现了 因为我是管理员 所以我就直接就没有跳过审核 然后这里有这么多最近的一些评论 作为管理员的话你可以驳回 就是把试着垃圾评论 或者移到回头上 甚至可以回复无所谓 那么可以回复一下 我不知道自己回复自己是怎么样 你好 Jack点击回复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没有做过这个事情 我试试看刷新一下 自己跟自己说话这么纠结 就这样子 这个其实很简单的评论 评论的话 其实它会在评论 单独有一个在这里 会出现展示你这么多的一些评论 它有些耐审 有些批准 有些垃圾评论 我这里的话经常会给大家 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就问我 我就给他回复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的 比如说这里有人说 他跟我讲反应视频看不到的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后面之后会去修复这个文章 我给他评论的时候 过几年修复给他评论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有些 就是因为你做个沃德平网站 会有很多这种垃圾评论 我们可以把它统一删除掉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删掉的 然后批准的话 就是我们真实用户的一些评论 他们都是有在问的问题的 你看还要讲反应怎么做 怎么联系之类的 如果说你的网站 不希望有人有这个评论框的话 有两个选择 第一就是你单独编辑这个文章 然后让他设置为不可评论 好像是在选择 然后这里有评论 或者是讨论这样勾一下 勾一下之后你往下滚 这里就可以不允许评论 就这样子这样都勾掉 这是针对单独某个文章的 这个评论是可以显示他现有的评论而已 就是讨论这里可以把它勾选掉 然后别人就不可以在这篇文章上留言了 如果说你想做个全局的话 就在设置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设置讨论 我们没有讲第四点 就想留在这个地方讲 这里全部都取消勾选 或者说允许别人在新文章发表评论 一旦这样子的话 别人就不可以发表评论了 然后这些具体的功能都很清晰 大家就按照自己的一些喜好来勾选就好了 反正必须经过审核如此类的 最后给大家讲一讲 比如说有人这样子 反正这都是一些很简单的设置 读一读这就好了 最后一点就是插件这里 因为你Waterpress 网站经常会收到一些垃圾的评论 那么怎么办呢 然后我就建议大家装一个插件叫做 ASKIME ASKIME一个插件 现在等我打开中 插件 好了出来了 装这个插件叫ASKIME Antispam的插件 这个插件是免费的 然后它是说 油签百万使用 Akismed可以是您保护您在您的垃圾评论的最好的方法 然后这样插件 大家到后台直接搜索 按点击插件搜索的话就可以装上它 然后简单的设置一下 设置的话要有个什么激活码 插件 这里安装插件的教程在之前中也有讲过 然后安装完照点击启用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降低你的网站 收到垃圾评论的可能性 但是不能完全百分之百的预防 这里你可以是什么账户 或者说可以手动人家 这里我就不展开讲 因为这个过程很简单 我非要注册个账号 然后就填一下什么激活码 之类的 都是免费的 不用求解不用怕 好的 这篇文章我简单讲了 它评论功能 我为什么说它比较少用到的是因为 其实你们的网站 那不是新网站 获得评论的概率其实不大 因为知名度不高 如果说你像我们要有成百上千的评论 那恭喜你 你是成功了 但是前期的话你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好的下节课我们继续聊我的press 拜拜